早安平安 今天新颜光的进度是民宿记的第25章 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安静在你面前 学习聆听你的话语 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 叫你的旨意来请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在今天的经段 特别 虽然25章 但是就1到18节 比较短一点 但是这边介绍了一件事情就是 以色列人在 比尔来拜巴黎这样的事情 上帝不断地引导 他的百姓 其实神的荣耀 他的能力是没有人可以阻挡 甚至就是我们昨天 一写读大经段24到 22到24章提到 其实巴兰 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 哇 这些百姓竟然就被诱惑 开始来拜偶像 在摩押 甚至有米店的这些女子也都进入了其中 所以整个堕落的过程当中 神就出手 好我们今天特别来看25章第11节的经文 祭司亚伦的孙子比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 以我的祭邪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 好 其实在人性当中 堕落常常就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好 然后 但是很有意思是这边提到 有个祭司 好 这个祭司 他其实就是 灵受使命要来献祭 但是这个菲尼哈竟然使神像以色列所发的怒都消了 这是什么样的情境 好 其实 我不晓得大家如果听到祭司会想到什么样的形象 好 可能或许受太多我们读到新约的影响 就会觉得哇 其实都穿的 就是他的衣服都是很端庄华丽的样子 那但是其实若祭司要献祭 他是需要宰上这些牲畜 他一定是有力量的 但是重点不是身体有力量 而是他心智要坚定 他需要知道上帝的旨意 揭秘是什么 他就应当要照样行 这其实是很明显的对照 特别昨天的段落提到这个巴兰 他为了那些不义的功架 他说千里迢迢要来为摩亚王巴兰的孝帝 他要接受命令准备要咒诅以色列 只是上帝阻止了他 但是这个菲尼哈竟然使上帝向以色列所发的怒就消了 当百姓陈列在罪孽当中的时候 神的刑罚一般就会直接临到 但这时候竟然他所作所行 让神能够转消他的怒气 当然邀请大家 因为只有一到十八节也可以从头看 但是很有意思 当百姓要跟摩亚女子一起行淫乱的时候 哇 这女子就叫百姓一同来向他们的神献祭 还要吃那些祭物 背拜他们的神 这些都是最大恶极的事 若不是这个祭司 哇 这些百姓我们可以想象 照所有就一档记载 甚至地都可能裂开他们就被毁灭了 神的怒气的确会临到当我们现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神是公义是圣洁的神 我们不要想哇 等到哇 哪个祭司出来 然后神的怒气的转消也千万不要这么想 所以求圣联名保守 当然神是也是食恩联名恩典满满的上帝 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就陷到罪障中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今我们也是有君征祭司的身份的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应当在如果真的有罪恶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要坚定站立 认罪回合到神面前 甚至带领众人一起悔改 就求神怜悯 让神像我们的怒气可以小了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我马上已经让祈求祷告 主愿你圣灵亲自来 精醒教导我们 就能够更加的精醒 让我们不受到诱惑 不限在罪中 不让我们顺着本性的欲望犯罪得罪你 能够更精醒 当我们成为君征祭司身份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坚定站立 更敏锐的看到罪的发生 甚至就先回转来到你面前 求你亲自来怜悯 求你亲自来带领保守 我们向你先上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